黄女士12年前和前夫离婚 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可以说儿子是她唯一的精神依赖 可如今她却选择了离家出走 要和儿子断绝联系 这样子一直找我父教满场的话 我在她身边 我喝得好累好累 我必须要逃避 但是我在心里也很痛苦 我也不想这样 看得出来离开这个家 并非黄女士真心所愿 给她施压的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辛苦带大的儿子小黄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妈 要不要都可以的 我走了又无所谓 反正我不会第一点人 它是对你有意见吗 有很大的意见 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 能让儿子小黄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说出这样一番冷漠的话 对于我们的记者 小黄却出人意料地 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我觉得一直挺好的 你是觉得你们两个没多大问题 对对对 有好多东西都是没有那个必要的 没有问题 相处很好 小黄的这个回答 让我们听了匪夷所思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黄女士为何还要离家出走呢 我让我真的是生活得好累好累 我想逃避 我想走了永远都不回那个家 她就很任性那种 可能是现在跟年纪到了吧 究竟是母亲黄女士太过敏感 小题大做 还是儿子小黄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调节即刻开始 吴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母子 母亲是黄女士 儿子小黄 两位今天来到敬拜调节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 想让我儿子 认识他自己身上的缺点 要他改变 做一个有担当 能够治理的人 儿子什么样的缺点 是你最不能够接受的 他身上缺点很多 很多我都不能接受 这一点小黄怎么看 可能是他有一些误解了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很多都是妈妈 可能这边单方面的想法 对对对 跟妈妈之间 你绝对有什么问题 需要解决的吗 就是他自身也 就有一点小毛病 在这下来改掉就可以了 可能是现在跟年纪到了吧 他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按照他自己心情来的 他心情好 就又是一个人 心情不好又是一个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今天你跟妈妈之间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因为妈妈这方面的 情绪不稳定 应该是吧 导致他对你有看法 对 而你认为自身其实问题不大 对 儿子小黄自认为 不存在什么问题 主要是母亲更年期 过度的焦虑 但显然对于他的这个说法 母亲黄女士是不能接受的 他说儿子从小 就有不少的臭毛病 但之前儿子还算踏实工作 也就没有太在意 直到三个月前 儿子突然提出了一个 自己的想法 他当时跟我这样说的 他说妈 你支持我一下 我在那个厂里跑业务 我觉得我掌握了很多东西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开一间店 我要认真的去工作 你不是担心我 就是说没能力吗 我这一次一定会很努力 去把它做好 我要好好的挣钱 看到他这么懂事 我说可以啊 我支持你啊 平日里也只是帮人打打工 没有过多追求的儿子 突然有了自己开店做老板 这让黄女士当时听了 非常的高兴 儿子肯努力 当然得支持 于是他二话没说 就拿出了自己八万元的积蓄 决定支持儿子 帮他开启一家家具店 可店刚开起来 之前还信誓旦旦许下承诺 会好好干的儿子 却呈现出了另外一副模样 这让黄女士开始慌了 开那个店应该是说认真去经营 他在经营的同时 他的状态不是那么好 作为一个老板 起码说你每天要正常的休息时间 休息好 第二天有个好的精神状态 去上班 没有 晚上玩手机 睡不好觉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一来就是躺在沙发上 或者是客人来了 也不耐心 客人如果没有买走了 他就会 客人还没走出店的时候 就在那里说 让他走 让他走 这种人没眼光 傻子来的 给客人听到特不好 你这个经营 生意 要注意细节吗 这一点儿子怎么看呀 可能是他 不理解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 妈妈刚刚说的这件事 他提出来了 他帮你投资 帮你开了一个店 是交给你来经营的 这一点是不是事实 是 为什么会想着 要自己开个店 想开的也不是挣钱 反正就是做了这个行业 我做这个销售这个 我就是想做一下 试一下看怎么样的 那给我的感觉 似乎是有点 好像我想做就做 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 也没有什么目标 有 太长远了 这个不是口头能说清楚的 那既然这个店开起来了 这开了店以后 妈妈说的你的表现 那可能完全误解了 怎么是误解了呢 你本来就是这样子 在店里你就是这样 你完全跟他说的相反 你这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有那么一两次 可能就几个月时间 有那么一次两次 可能出现过那种情况 其实我对我自己工作真心 我都很在感 每天都走到任何地方 就联系客户什么什么的 随时晚上半夜都是 你的那种业务能力 我觉得完全可以 但是你在店里那种状态 不是一次两次 我说了N多次 一直都是那样 儿子懒散的状态 让黄女士不得不担心 店里的生意 而更让她操心的 还远不止这些 当店里好不容易 来了几个顾客 卖出去几套家具 所得的货款 却又被儿子 拿去肆意挥霍 就是在店里也有生意嘛 对不对 也不是很好的生意 就是赚这个钱 我就说你要把它 绝约地放在那里 准备下个月交房子 开支 要货款对不对 然后她拿到这个钱的时候 经常去约朋友去吃饭 我就觉得 今天有点生意 卖几套沙吧 马上在店里打电话 就说 猛哥猛哥 出来吧 我们去聚一下嘛 就是这样 就是赚到了钱 她就花掉了 对 在你看来 这些开支是有必要的吗 没必要 偶尔一次两次可以 经常这样 你的生意又不是做得很大 刚刚才起步 应该要节约 应该要考虑到下个月 房租怎么交 她没考虑 所以这一点 小黄 其实很多时候我出去 她可能以为 我就交了这个交那个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我自己出去的 她以为我交了很多朋友 我身边认识那一两个人 她也认识的 人家都是连星期天都要加盘 没时间出来的 就有的时候一个月 能出来一次 她不会执任的 因为我在店里 她打电话我也听得见嘛 我们去聚一下 然后第二天就说 哎呀我喝酒的酒量很大的 我就喝到她一片 唯一一个人喝得到我 我是喝了多少瓶多少瓶 有的是白年糊涂啊 多少啤酒啊 红酒啊这样子的 红酒 在饭店去点红酒 多少钱一支啊 再怎么样 有三百多块钱一支吧 我去吃了那么多饭 我从来没点过红酒 这个事情小黄 妈妈说的这个有吗 不好意思嘛 我都记不得了 可能 你就有就承认吧 不要逃避 做了就做了 儿子小黄一边消极代工 一边又无节制地乱消费 最终面临的结果 只有一个 好了交房子的时候 没有啊 妈交房子了你交啊 每个月一万多的店铺出金 对于在外打工的黄女士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照这样下去 店面只能关门 之前的投资全部打水漂 正当黄女士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 儿子那儿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在这个手机平台上 博了个财吧 他挣了一笔钱 应该有20万多一点点这样 儿子通过网络博彩 挣了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 这个消息让黄女士听了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这笔资金的出现 确实可以解决目前店面 所面临的经济危机 但另一方面 黄女士心里很清楚 网络博彩是个非法领域 她担心儿子因此受到不好的影响 于是她赶紧出面制止儿子 并做出了一个安排 她把钱放在我这里 当时我就跟她说 你这笔钱你就放在我这里不要拿 当时交房做什么的话 你就好好的做你的事 就把它停止下来 不要再玩了 好好的工作 然后她就不停地不停地来找我了 我不搁就在那里吵 因为我们在外面很多朋友在身边 人家看到也不好对不对 不停地找我吵我没办法 我就把钱给她了 她要这个钱干嘛 把钱再博啊 大博 继续去博彩 嗯 到现在目前为止 她把那些钱全部泡出去了 泡出去了还是没房子家 这个事情小黄 一下子那么大一笔钱 就是因为钱才会搞这些 这个出来 之前的时候挣了一点钱 然后连加上我自己的钱 有22万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叫了她两次 我说妈妈拿20万出来给这个家里面翻一部车 再叫她借10万添着你 就我每个月翻到5000 她那个车不是很烂的吗 就我就说反正我们都得用车的平时去哪里 就帮家里面翻个车 然后她不愿意 不愿意 当时我一下就有点生气了 生气了我就 你当时怎么看妈妈 就心里面就这样想着 如果她不愿意就算了 我就去买一下双色球 我一种了来买几万块钱的 我就心里面这样想嘛 所以你是想拿钱再去博一下 再赚钱然后去买车 对对对 没有想过说把她放在生意上面 没有 我就觉得反正她放在上面 也没有多大个作用 我心里面这样想 她拿来想买一个东西也买不到 就好像这个钱拿来已经没有用 三四年以前我就听她说 她说她要翻一部 她也说要翻一部这个词 有吗 她就是虚荣心啊 她狡辩了 她不承认得 就想买一部宝马 所以你认为儿子心里 从来不是因为有半点 你的因素在里头 而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是考虑她自己 我不是跟她说了 我的车16年买到 你是不是曾经在儿子面前 经常提到过 我想换一部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儿子今天他赚了钱 他想说 那我就换一部车 这一点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 儿子也多多少少是考虑了你 而不是完全考虑他自己 也是不出来 本想借着这笔意外之财 来暂时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 可没想 儿子却因此深陷赌博泥潭 不可自拔 他出去了还是没帮着家 一直叫我打钱 不停地骚扰我 在微信圈空间 发了很多信息 让我致命了 真的 如果不给的话 就是我跟你借你都不借 那外人都要借给我啊 别人都对我好啊 你当外人都不如啊 我拿你那个妈了有什么用 你根本都不配做妈嘛 我让我真的是 生活得好累好累 我想逃避 我想走了 永远都不回那个家 黄女士最终不堪其扰 只能被迫选择离家出走 希望以此来让儿子有所反省 可儿子小黄 真的能够意识到 这问题的严重性吗 面对母亲的这一举动 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 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她喜欢搞这些 你把她有什么办法 你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 那她是这样的人 你把她没办法呢 她就很任性那种 你觉得跟你有关系吗 可能有吧 有可能没有 有可能是她更年期到了这个吧 她心态已经变了 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跟三十多岁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三十岁以前的妈妈 是个什么样子 大概给我们形容一下 以前挺讲道理的嘛 一个很有品质的那种 看起来就从小 在我眼里面看起来 她就是那种穿西装 穿着小西装 一个女的就很有细致 很讲究 四十岁以后的妈妈 变成什么样了 她就这几年 可能更年期到了 是这样的 我也没办法 她平时就是一个 用钱来衡量心情的 她心情很好 她有钱的时候 当她没有钱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什么都有理由了 黄女士 在抹眼泪吗 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真的 她把整个家庭搞得一团糟 从来不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说她就是逃避的 犯了错也不成 在新年我好累了 真的 因为家里的负担 我一个人承担 单亲家庭 好累 你是一个单亲妈妈 对 我跟她 爸爸离婚的时候 是她十五岁 有矛盾的时候 是在两岁 两岁我们就分居了 就不是那种夫妻那种 就两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是一个人过的 然后十五岁以后 把儿子接到身边来 对 很艰难 因为我 我以前我受过伤 我 做过很多手术 在我身上做过 十次以上的手术 我自己没有用 亲人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 带着伤在场地去打工 赚的钱 康复我自己 在前年的时候 才把手术做完 我没有很多钱 我真的很节约很节约 没有买个一样 像样的东西 现在我生活条件好了 我才为我自己添资了 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你对于这个儿子 其实是有期待的 有 非常有 家里所有的姐妹 包括她的奶奶 都很看重她 看到她今天这样 整个家庭的人 都担心 都心痛 小黄 妈妈刚刚说的那一些 你知道吗 再见了 她也愿意把你带到身边 她是有她的想法的 如果当时她没带到她身边 可能我费好一点吧 可能那个时候她太忙了 没时间管我 17岁的时候 那个人也有点太跳了 我就觉得 因为我出来这12年时间 真的是浪费了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 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命了 遇了遇了 当初我拿的字 我小的时候 她把我带到她这边来了 那现在呢 现在到了这种状况 你想改变吗 现在年龄大了 已经来不及了 那你跟妈妈之间的 这种相处呢 你想改变吗 她还继续保持 这样我没得改变了 我只有以后 我就这样想到 一个人走得远远 我自己也走得远远 她不会心疼任何人 她看到我再痛苦 越痛苦 她越要逼到你风为止 不停地逼你 一段特殊的家庭背景 让在场所有人 听了都有些动容 一位单亲妈妈 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希望 都付诸在了儿子身上 可如今换来的 却是儿子这般 冷漠消极的回应 她痛心 无奈 几近崩溃 看了让人心疼 此时观察员老师们 决定好好和小黄谈谈 小黄在首席和这个网上 这个购买博彩这个行为 我们从法律上分析 它其实是一个违法的 它这个网站它就是违法的 这个APP它就是违法的 我们国家的法律 其实是不允许 这样的情形发生的 根据治安管理法的 相关规定 如果你参赌的话 赌资较大 一般是要处于 治安拘留和罚款的 那么如果你以赌博为业 或者聚众赌博的 那还涉及到了赌博罪 那么赌博罪的话量刑 一般也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和管制 所以说就是 赌博这条线呢 不能沾的 尤其如果小黄 你以后你再买的话 那么也对你日后的 家庭生活是有负担的 毕竟这个天上掉蟹饼 这个事情是不太会发生的 我建议以后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做 它是个违法的事情 小黄 你对你妈妈 和你之间的关系判断 和矛盾的判断 你采用的是非常理性的思维 你觉得她是一个 很物质的人 你觉得她现在 就是更年期有问题 和你母亲之间 你其实用这种理性思维 本身就是一种误毒 你妈妈之所以那么在乎钱 真的是在乎钱吗 不是 是在乎安全感 她没有安全感 她这么多年以来 她一个人面对她的手术 在面对她自己的疼痛 面对你的未来 面对她那么脆弱的生活 她需要安全感 所以你要去想到 这个深层次 妈妈她背后的需求 是什么 另外 我要提醒你 提醒你几点 就是在你这个年龄 应当是你自己的婚姻 你自己的事业 至少要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了 但是你现在没有 我觉得有几个思维很严重 第一个思维就是危机感 如果一个正常的创业者 他的公司面临倒闭的时候 他会很慌张 很纠结 他会想如何找到出路 但你的身上没有 所以在母亲那边理解来说 你是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第二个就是消费意识 我们无论是跟朋友 还是说自己在生活当中的 这种消费 我们要正视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挫折意识 我们要正视 自己在家庭关系当中的 这种挫折 正视自己在创业旅程当中的 这些挫折 然后把这些挫折 化为自己的这种智慧 想办法 有耐心地 去一步一步地 脚踏实地地解决 这才是最重要的 观察团老师 希望小黄能明白 母亲的良苦用心 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另外两位心理老师 则从心理层面展开剖析 让母子二人转换视角 更多地去理解 对方的心理状态 我对母亲的感觉就是心疼 对这个儿子的感觉呢 就是心痛 我先对母亲说一下 因为你是一个单亲妈妈 确实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 在那个时间 你是没有办法 真正地给予他 情感上的照顾 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 是非常地大的 在儿子跟你的交流过程当中 他提到了一个词 钱 那我不知道 在你 在他15岁接过来以后 你那么忙地去做事业 但是我能理解 因为你是单亲妈妈 你要抚养这个家 那么我有一个猜想 在当时你跟他打交道的 一个很主要的工具 就是钱 当你赚了钱的时候 你心情很高兴 然后你就会把这种愉悦 带给儿子 那么儿子就会认为 只有钱才会 让我们这个家庭变得愉悦 如果没有这个钱 我们的情感就没有了 所以 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很悲凉 就是你们之间的情感交流 是缺失的 而情感交流的代替品 就是物质 我不能说 儿子今天做得对 我只是说这个原因 可以说儿子今天做的 是你当年所做的一个 弥补或者是缺失 所以他今天怎么样 要用钱来弥补他那个缺失 所以他不停地跟你要钱 我想对儿子说几句 你的行为会让我不太舒服 我说话可能比较直接 就是你对于钱 不管是亏还是赚 就是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就感觉这个钱好像不是自己的 在你很小的时候 当你这样去挥霍 当你把钱无所谓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妈妈 是比较全能的 她是能够hold得住的 因为你的底气 就是你的妈妈 可是当你能够成人了以后 当你这种挥霍 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你更无所谓的时候 你妈妈有点承受不住了 所以你觉得 你妈妈为什么变了 你妈妈之所以变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你没变 就是你一直从小到大 可能都是在这种挥霍当中去成长 一直像这样一个孩子 你妈妈一直像一个 全能的超人一样 不断地去满足你 而你妈妈呢 她也受到了这种惩罚 因为她一直表现得 像一个全能的人一样 该放手的时候 她不知道放手 当她想放手的时候 已经晚了 当你提到 这就是命的时候 我觉得你有一种无奈 很伤心 但是你就无力去改变 你觉得自己已经 这么大了 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 都不算晚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这种勇气 去面对自己 和面对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觉得 你一直在逃避自己的内心 不敢面对 当你内心 有一个积极的种子的话 我相信 你多少的付出 包括你妈妈多少的付出 包括你家人多少的付出 都是值得 可以说 过去十多年特殊的家庭环境 确实给小黄带去了一定的影响 母亲黄女士在外奔波 忽视了对儿子的引导 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 导致母子之间关系的疏离 而心理老师苏丹 从刚才两人的讲述中 发现母亲还犯了一个 对于母子情感建设来说 致命的错误 在我们心理学上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叫做完形心理 就是当一个人生起了一个念头 当他想要完成某一件事情 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力 就去用各种自己的能力方式去完成它 刚才儿子说了 我想要一辆好车 那么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他会想各种方法 比如把店开好 比如我才可以挣钱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他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心 他有一点点欲望和需要 其实也是他去努力的一个动力 可是妈妈呢 选择了 这个钱要留着 这就涉及到第二层心理 关于延迟满足 就是说 一个人很想要得到 并且他现在有了条件可以得到 但是呢 为了锻炼他的心理的韧性 或者其他的一些缘由 而必须要让他这个满足的可能延迟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着 延迟满足是有一个时间约定线的 因为当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目标 什么时候可以达成 而我明明已经有了条件可以去完成它 可是别人就告诉我说 你现在不能满足 而且什么时候满足遥遥无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延迟满足就会发生 接下来一个心理状态 就是崩溃 就会觉得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挣钱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会失去很多的内心的驱力 驱动他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 在延迟满足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约定 并且这个约定是要相互商量的 让对方觉得是可以接受 可以允许 让他的心理不至于崩溃 还能够绷着劲继续往下走 这样一个可能 心理老师苏丹认为 母亲没能注意到 儿子内心的完形心理需求 而是错误地采用了一种 延迟满足的方式来制止儿子 而正是这种延迟满足 激发儿子越加叛逆 同时母亲对爱的渴求 也给儿子小黄带去了压力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说说 妈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多目标的设定 然后导致儿子这种延迟满足 和这种完形里面存在问题 妈妈有一个重大的心理特质 儿子并没有发现 就是妈妈有一个替代满足的需要 因为妈妈刚才说了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 所以妈妈有强烈的爱的需要 她慢慢地把自己 那个缺失的爱的需要 开始转化到了儿子的关注上去 包括儿子刚才在说话的时候说 我把这个钱挣来是用于家用 那么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它有一种 不是母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关系 而是有一种平等的这种交流关系里面 可以看到儿子不自觉地 被母亲的这种替代需要 卷入到了平等的这种爱的交流里面去了 但是儿子必须要儿子 他在补充这个部分的时候 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脆弱 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同样 等量的心智水平 与妈妈在这个年龄段 中年的年龄段里面 达到一个很好的爱的互动 当他做不到的时候 他同样需要一个爱的呵护 而他需要的是一个长辈的爱的呵护 那我只有到父亲那里去寻求 所以这里他不自觉地就会去抱怨 抱怨说妈妈当初你把我带过来 也许是一个错误 所以这就是儿子在内心里面的 这种无奈和痛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妈妈 你不断地要在儿子那里得到爱 你却无法得到相同等的回馈 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爱的虚位 拉清楚 妈妈爱儿子的方式 是应该爱儿子的方式 而不是爱一个男人的方式去爱他 不是以一个挑剔的目光去看儿子 而是以一个包容的目光去看儿子 而儿子如果你真的爱妈妈 爱你自己 那么学会如何地在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过程中 独立地去完成 那么也许在这样的虚位的澄清中 你们可以把关系可以建立得更好一些 小黄刚才听的时候 其实有一下表情上看是挺开心的 就觉得我应该要一点欲望吧 有欲望就有动力嘛 这个是没错的 这肯定是没错 我听说你的欲望是一辆宝马呀 这就值得探讨了 因为我们经常说做事情嘛 一个要考虑必要性 一个要考虑可行性 最后要确定一个标准 你比如说这辆车来说 不是家里面目前来说 马上就需要 它是锦上添花 并不是学中送叹 那家里面没有更紧迫的事情 我想应该还是有的 你身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你格局比较大 为人比较豪爽 不会那种前瞻后顾 你不是那种性格 这一点我认为对你将来成就事业很有好处 我唯一对你有点不满在哪里呢 就是一件并不是那么紧迫的事情 而且你妈妈肯定说出了相应的理由 完了之后 仅仅是因为时间 要等待 会做出自保自欺的心 那就说明在你的布局当中 很容易被一个目标 给堵住所有的道路 那这没有布局 布局它本身就不存在 你只是一时性质 如果你把你的性格里面的大气的成分拿出来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去想 对于妈妈这一边你会怎么大概的安排 对于你这个店你会怎么安排 对于你其他感兴趣的事情你会怎么安排 你心里会有一个基本的布局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每一个母亲都只想看到自己的儿子那种踏实 谦虚 有格局 他们都会放心 关于这一点 我就想跟你妈妈提一个建议 如果孩子他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意识慢慢蒙发的话 做父母的更多的是 画底线 画好底线之外的就让孩子自己去尝试 这样他才能够成长起来 学会独立成长是小黄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而母亲黄女士更多的是要试着放手 让孩子自己去安排未来的生活 以这两点为基础 调解员胡建云建议进入密室环节 在调解现场 观察员朱永卓首先试着纠正小黄的一个观念 我个人感觉你跟妈妈之间纠缠得很深 甚至对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怨气在里面 可能跟你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 然后你这个不满意呢 没有把它表达出来 但是你就攻击自己了 就是无所谓 就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不可能改变了 小时候太挑了 没有人说你自己也不懂 就后悔自己懂事懂得太晚了 但是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了 不管你妈妈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不堪在你眼中 但是你作为一个儿子 你作为下一代你要负起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你的成长 要来你自己来负责 这你明白吗 我也跟他说了很多 对 自己的人生要为自己负责 观察员朱永卓希望小黄 能够放下对母亲的埋怨 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对此小黄表示了虚心接受 那么谈及未来 他此刻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 未来的事情我们决定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现在 那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尤其你是事业上 你准备怎么办 只有上班了 这里做不了了 已经先进去了 现在就是资金都转成去 全部先进去 我知道 上班 找工作 对 就找工作 去的远一点的地方 去问什么 很多事情也是不能跟他说的 他就是任何事情 马上就要跑根问底 只要就那两个一步吵的时候 有做任何事情 他都问得一清二楚 就那种感觉真的是 看得出来 小黄和母亲之间的沟通 一直都存在问题 出去工作 只不过是小黄再次选择 逃避的一种方式 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 就这个问题 和母亲展开了交流 你要把儿子当成什么 知道吗 把儿子当成朋友 记住一点 好吧 把这个良好的 这种沟通的 这种温和的巨道 儿子啊 你又没有担当 又没有责任 记住 你不要让儿子 跟你来沟通的时候 他被带着压力跟你沟通 孩子就会学会逃避 他现在主要是 你看他说话的方式 和他的那个本人的素质 这样会影响他的前途 会影响他的生活 现在你的焦虑状况 进入了什么呢 很在担心是吧 现在生意也难做 赚钱蛮难的 面临着儿子这种状况 你多么渴望我的儿子 能够迅速成长起来 成熟起来 对不对 你自己的一句认可 或者是一句肯定 那是世界上 你用钱买不到的 虽然对儿子的未来 充满了担忧 但黄女士 还是愿意放平心态 来学着和儿子 平等沟通 耐心引导 她的这个改变 能换来儿子的理解吗 而小黄又是否 能让母亲真正的安心呢 密室出来之后 母子俩会进行一番 怎样的交流 栏目呢 在手机江西台 也会同步地播出 可以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可以随时随地地 收看我们的栏目 好的 从密室出来以后呢 我们继续回到调节现场 想问一下 此刻两位的想法 儿子 通过来到这里呢 我才知道 我自己做妈妈 也是做得不够好的 我会改变 我们以后要 好好地沟通 我先改变吧 然后你也改 改变 让我们这个家庭 能够像别人家庭 那么幸福 那样的生活下去 好不好 我愿意改变的 是 今天妈妈来到这 最初呢 是说小黄的身段 有很多的缺点 要去改变 但是最后妈妈说 她发现其实自己 有很多做得不好的 她愿意先改变 小黄你呢 可能有很多地方 也是我做得不对的吧 可能我一直还没有了解她 就改变一下自己 就是之前那些思想 重新这个做好自己 做好工作 我可以让你以后放心 我可以 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有责任的人 这样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也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抱一下 你抱住你妈妈的时候 有点不太习惯 也有不好意思 有一天 如果你在跟别人表达情感的时候 是真诚的热情的自然的时候 你肯定是成熟的小黄 是 妈妈要给儿子一点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那小黄自己呢 也要更多地去努力 让自己成熟起来 好不好 今天在这里真的 我就觉得我来晚了 我谢谢你们老师 一切都不晚了 谢谢你们老师 调节也结束了 虽然儿子主动拥抱了母亲 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 母子之间感情的些许生疏 十多年来 黄女士为了生存疲于奔波 疏忽了对儿子的了解 而小黄不够成熟 没能理解母亲的不义 长期的缺乏沟通 使得母子俩的隔阂越来越大 希望从今天开始 她们能够真正地打开心扉 面对彼此 特别是小黄 学会像一个成熟的男人一样 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负起责任 能让母亲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